The start of the night and I'm waiting 大家晚安 在看完我們大阪自由行的影片後呢 很多人在下面敲完想知道大阪如何搭巴士以及地鐵 因為資訊量比較龐大的關係 所以之前呢我們先分享了巴士篇 而今天呢我們的重點就是在分享 大阪的地鐵、私鐵 那今天會講到的部分呢有 地鐵與私鐵的差別 如何選擇搭乘的車種以及車票券 地鐵、私鐵的搭乘方式 地鐵、私鐵的支付方式 如何判斷是否該買車票券 最後呢就是密技與經驗的分享 那首先呢我們就先來介紹大阪地鐵 大阪地鐵是由大阪Metro經營的 共有9條路線 而大阪地鐵呢連接各大車站和景點 而且9條線呢可以在站內直接轉車 非常的方便 那每一站的詳細提供站呢 可以Google Osaka Metro大阪地鐵官網查詢 點選每一個圈圈就可以看到 這9條每一條的資訊 那搭大阪地鐵呢 大家最常使用的票券有 大阪地鐵巴士乘車券 一日券二日券 那這個券呢就是 之前我們在巴士篇也有分享過的 就是在指定的時間內 都可以無限式的搭乘 大阪的地鐵與巴士 還有大阪熱門景點的優惠 如果都在大阪市區玩 沒有特別安排一整天 大阪周遊卡包含到的景點 就可以選這個乘車券來搭乘 如果你買二日券的話呢 這兩天是可以分開的 我們這次呢在大阪主要就是使用這個 大阪地鐵巴士二日券 那我們是在KK Day購買的 順帶一提的是 那這張票呢不是24小時即48小時制的 是當天子 也就是說今天你使用以後 到今天截止以前都可以使用 隔天呢這張卡就作費 那第二個就是大阪周遊卡 大阪周遊卡也分成一日券跟二日券 可以無限次的搭乘大阪的地鐵巴士 電車以及超過50個熱門景點免費入園一次 是大阪CP值最高的旅遊生卡 使用時間呢是從你當下第一次搭乘 大阪的地鐵或者是巴士 或者是第一個進入大阪周遊的景點 為70點 而到當天結束呢 都可以免費的搭乘大阪的地鐵巴士 或者是這50個以上的免費景點 入園一次的優惠 它不是24小時制的 它一樣也是當天制的 那這次呢我們也有使用大阪周遊卡的一日券 那我們也是在KKDAY上面購買的 比較值得注意一提的是呢 大阪周遊卡的一日券 可以搭成地鐵與絲鐵 但是大阪周遊卡的二日券呢 不能搭絲鐵 那這對我們去遊玩大阪周遊的 這些景點來說影響會很大嘛 那根據我們經驗其實是影響不會很大 因為周遊卡免費的設施呢 基本上都在大阪市裡面 不太需要做到絲鐵 不過這邊要比較注意的是 大阪周遊卡二日券呢 一定要連續兩天的使用 而且同一個設施呢 兩天只能使用一次 詳細的可使用的免費措施呢 還有大阪周遊卡一日券二日券 可搭乘的巴士地鐵的交通圖呢 都可以搜尋大阪周遊卡 來進入他們的官網做查詢 第三個呢就是 關西周遊卡二日券和三日券 此關西周遊卡呢 可以不限次數的搭乘 關西一帶的地鐵、私鐵 及巴士、大阪、神戶、京都、智奈良、和歌山、高野山等地都可以使用 還有超過350處景點及合作店家的優惠 那關西周遊卡呢 也有二日券和三日券 票券可在有效期間內不連續使用 票券可在K-6購買 詳細的區域地圖以及價格還有優惠的內容呢 可以Google關西周遊卡官網做查詢 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私鐵 那在大阪的私鐵呢 主要呢有五個 金板電車、進擊鐵道、板金電鐵、板繩電車、南海電鐵 那第一個呢我們就來介紹金板電車 金板電車呢是連結京都、大阪、滋賀的路線 沿途有大阪城、清水寺、下壓神社等 熱門的觀光景點 它除了連結大阪和京都的本線啊 還有宇治線、大京線等多條路線 如果是從大阪到京都喔 搭乘特快只要50分鐘就可以到達 那金板電車的票券呢可分成以下七種 詳細的票券價格、使用區域還有購票地點呢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Google金板電車官網 點選針對仿式旅客的票券 裡面有個車票比較表 其中京都大阪觀光一日券、二日券 京都觀光一日券是最多人使用的票券 在KK Day呢也都可以買得到喔 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進擊鐵道 進鐵呢是唯一連結大阪、奈良、京都等 關西圈與鳴谷屋以及金、伊勢、智摩等 中金圈的絲鐵 他們列車種類其實非常多 除了一般快速以外 還有很多特別的觀光列車 那進鐵呢推出了周遊券種類 分成一日券、二日券、五日券、還有五日券 價格落在1500日元到5100日元之間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Google搜尋 進擊鐵道官網來做查詢 往下滑呢可以看到優惠券這個部分 就有四種票券可使用的地區、價格、購票地點、優惠設施內容 而且每一種票券底下都會有推薦的遊玩路線 在KK Day也買得到 我覺得這個官網呢其實敘述的非常的詳細 所以如果大家有要玩這附近的一些景點的話呢 其實可以進這個官網來做一個交通的查詢 來看哪一個優惠券對你是最適合的 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板級電鐵 板級電鐵呢可以到達 機面、寶總、京都、神戶等大阪周圍的城市 列車種類呢從普通、集型到特級都有 那板級電鐵推出的優惠乘車券呢 種類也非常多 有大家比較常購買在KK Day也買得到的 板級全線乘車券一日二日券 利目金巴士車票 油馬溫泉泰河之湯套票 板級京都縣一日自由乘車券 關西機場乘車票 還有大家常用的大阪周遊卡 神戶街遊一日優惠券 以及關西周遊卡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Google搜尋 板級電鐵官網 點選乘車券 唐霞系的發售時間啊 售票地點 票券價格 還有使用的區域 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板神電車 可以從大阪到南波 奈良神戶 山宮 山陽記錄等景點 列車種類 則是從普通到各種快車都有 那板神電車推出的票券呢 總類更是多到數不清 一樣Google搜尋板神電車官網 點選便宜車票 就可以看到滿滿四大頁的車票券 最適合大家的則是 針對外國旅客推出的 板神全線乘車券 它呢可不限次數的 乘坐板神電車 在大阪的南波還有梅田 和神戶及周邊地區觀光 也可以從南波直達神戶 一張票只有500日元 真的是很便宜 到神戶旅遊呢 這個是必備 你打開觀光首頁 就可以看到詳細的購買地點 和換票地點 在KK Day也買得到 接下來呢就是南海電鐵 也就是大家最有興趣的私鐵 如果你是從關西機場到南波 新災橋這個交通方式 絕對是首選 也就是最快的 南海電車的路線呢 有關西機場的空港線 道板到合歌山市的南海線 以及大阪前往高野山的高野線 那南海電車的種類呢 有特級 它呢乘車時間是34分鐘 連結關西機場到南波 乘車券呢需要購買 特級券和座位指定券 再來呢還有空港機型 連結關西機場和南波 車程45分鐘 只需乘車券就可以搭乘 還有呢就是普通的車種 列車停靠於天下茶屋站前的 各站與新金工站 只需乘車券就可以搭乘 幫大家統整一下大家最常使用的 南海電鐵的車票呢 有關西機場快線 南海特級車票 它呢就是像剛剛所說 連結關西機場與 南波站的往返交通 可在KK Day上面購買 上車有行李架可以放行李 第二個呢就是 南海電鐵全線的二日乘車券 在有效期間內 可自選不連續的兩天使用 不限次數的乘坐 南海電鐵的所有路線 即電車和纜車 但只能搭乘空港 即型 普通列車 可在KK Day上面購買 第三個呢就是 YOKOSO Osaka Ticket 它呢包含了 南海電鐵車票 和大阪地鐵一日自由乘車券 可以無限次的搭乘 大阪市營運地下鐵 新電車與巴士 擁有32個人際景點優惠 包含通天閣啊 大阪水上巴士啊 梅田藍天 大廈等景點 也可以在K路上面購買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分享 如何選擇你要搭的車種 如果你是以 到達這個地方為目的的話呢 我們最常使用的就是Google Map 你在你現在的位置呢 直接搜尋 你想要到達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呢 就以三個到達的地方為例 如果你在大阪車站 想要到達 南波站呢 Google這邊就會告訴你 你搭大阪地鐵的 玉堂金線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要到 和歌山市呢 他就會跟你說 你要搭 大阪的環轉線 再加上 南海特輯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到 神戶山宮呢 他就會跟你說 你要做 阪級神戶線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是以 觀光為目的的話呢 我們就建議大家 直接點選我們 底下資訊欄 每一個私鐵 他的觀光列車 來做查詢 看哪一個觀光列車 是你想要做的種類 接下來呢 我們來教大家 地鐵和私鐵的搭乘方式 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地鐵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網頁 這個呢 就是地鐵車站的看板 我們來看一下 右上角的這個呢 就是路線的名稱 中間也有個M18 就是目前你所在的 車站 編號 以及站名 右邊有個箭頭 代表目前站的月台 是要前往 M19 新災橋的這個方向 如果你是要到 M17的電污橋 就必須要到其他月台 大阪的九種地鐵呢 有九種不同的 顏色 與英文字母 M呢 是玉堂金線 T呢 是古停線 那當你用Google查詢的時候呢 Google會很明確的指示 地鐵顏色 還有英文字母 與車站的編號 要選擇什麼月台呢 我們通常可以看 下一站的月台 來做判斷 也可以看 這班地鐵的終點站 是什麼來做判斷 當然你也可以看 發車的標誌 在編號1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 接下來近站列車的情境方向 2的位置呢 是顯示 接下來近站列車的目前位置 那當然在檢票口外面的看板 或者是在月台這邊呢 也都會有看板 那在月台這邊看板呢 主要是在跟你說 編號1的這個位置呢 是月台目前的所在位置 2呢 是可以轉成的路線出口指示 那這邊呢 其實會跟你講非常多的資訊 就包含了 目的地的資訊 還有洗手間 電梯在哪裡 那在檢票口的看板呢 主要是會跟你說 出口的方向在哪裡 還有說 離出口最近的 設施和實施入口的名稱 通常呢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很明確的 假設大阪城 天守閣 它呢 會直接寫在這個看板的上面 直接跟你說幾號出口 就可以前往這個地方 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私鐵 我們以進擊鐵道為做範例 那以下呢 我們就直接從官網這邊 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在檢票口呢 你可以看到導向指南 它呢主要會跟你說 月台號碼 以及目的地的方向指南 也有可能也會看到 列車班次的顯示板 通常就會有月台的號碼 還有列車的種類 以及到達的時間 還有它的目的地 還有它中間會有的停靠站 辨別這個列車的辦法呢 通常就在列車的前面 或列車的旁邊 都會跟你說 這個是什麼線 是普通啊 機型啊 還是快速啊 然後還有它的 到達的目的地 那接下來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 地鐵 私鐵的支付方式 以及該不該買這個車票 如果你一天當中 只搭乘一兩次交通工具 就不太需要買乘車券 而該不該買車票呢 我們通常就是會使用Google Map 那你就是把你單一一次的 目的地呢 打入Google上面 Google這邊呢 會跟你顯示 搭乘哪一種車是最快的 還有這個車種呢 中間會經過了什麼站 那往下拉呢 就會看到下面會有一個 車票的價格 你可以把你當天 假設你從A站到B站 B站到C站 C站到D站 這個價格全部加起來 如果沒有高於 目標想要買的乘車券呢 我們就建議你可以使用 Eco卡或西瓜卡 或者是 iPhone裡面內建的 Eco卡跟西瓜卡 那Eco卡跟西瓜卡的 進入方式呢 就跟 擂進捷運一樣 就是直接感應支付 刷進刷出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密技的分享 那如果有看過之前 大阪公測片的朋友呢 其實以下的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跳過 我們這次在大阪玩呢 有使用了一次 大阪周遊 一日券 我們的購買方式呢 是在KK Day 然後帶在關係機場去做兌換 那包含我們的地鐵二日券呢 也是在關係機場一次兌換的 那就來看我們當時如何兌換的吧 這裡就是拿一日二日券的地方 我們已經拿到二日券了 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個地方呢 就是你入鏡以後 你往左手邊會看到一個螺聲 然後看到螺聲以後 一直在繼續直走 就會看到這個櫃台 然後這個櫃台呢 它並不是什麼遊客中心 它是拿票的地方 反正我下面貼上連結 因為我已經先查好了Google 所以我剛才一下子找到了 大家直接就點這個地方來找它就對了 它看起來很不像耶 也很不起眼 那時候我在Google看 真的看不出來耶 那時沒打算讓人家靈 但是一二日券跟周遊券是不同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去拿周遊卡 從這裡走過來 這個建築物嗎 對 人很多 好啦 我們拿到了大阪周遊券一日券 我們是在KK Day上買的 你就是把QR Code給它看 它就是給你這個一張券 還有使用說明 而且還跟你Formation Center合在一起 你換完竟然可以偷問它問題 那大阪地鐵巴士一日二日券呢 除了可以在我們剛剛在關西機場兌換以外呢 還可以在以下這些地方進行兌換 那大阪周遊卡一日券呢 也可以在以下的地方做兌換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大阪周遊卡一日券跟二日券 兌換地點呢 有稍微不一樣 那大阪周遊卡二日券的兌換地點呢 是在以下這些地方 最後呢我們來分享發現的小秘技 那就像剛剛我們在分享巴士的付款方式 除了一日券二日券以外呢 也有Eco卡 西瓜卡 跟虛擬的Eco卡跟西瓜卡 那這次呢 除了使用大阪地鐵的二日券 跟大阪周遊一日券以外呢 我們最大量使用的就是虛擬的西瓜卡 比較特別的是 它不需要押金 它唯一需要的就是 你在第一次儲值的時候 一定要儲值一千日元以上 第二次以後呢 就可以儲值你想要的金額 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在網路不好的地方 有可能會儲值失敗 那我們要分享的秘技就是 我們發現其實 你可以在台灣 就先儲值好這個虛擬的西瓜卡 跟Eco卡 你可以使用你手上的 在日本現金回饋比較高 或是活動比較好的信用卡 像我這次呢 主要使用的就是 集合卡跟Qubic卡這兩個 那你就可以先在台灣 也就是說 假設你出國是10月 你可以在8月9月 就先出之前 到你的虛擬Eco卡跟西瓜卡裡面 那在這邊呢 我要先強調就是 因為現在的詐騙非常的猖獗 所以請不要從簡訊 或是官網 任何方式洩漏你的信用卡 或是你的Eco卡西瓜卡卡號 因為之前有很多案例 就是說 大片集團會盜用你的卡 來做Apple Pay的盜刷 那下面呢 我們就是有提供一個新聞網 如果想要知道細節的人呢 可以點這個新聞來確認 官網上面呢 也有明確跟你說 不要點選可疑的電子郵件 或者是簡訊 因為他們可能會盜用你的卡號 總而言之呢 如果我想要判斷這個簡訊 或者是這個信件的真實性的話呢 我會反過來去用Google 去Google這個網站 那回到剛剛說的 在台灣先儲值的好處呢 有幾項 第一項 就是確定你的信用卡可以用 因為有可能 現在的詐騙太猖獗 所以你的信用卡公司 可能會先鎖住 Apple Pay 對虛擬西瓜卡 跟Eco卡的儲值 所以如果你發現 你不能刷的話 你可以在台灣 就先跟你的信用卡公司 做詢問 是他們先鎖起來了 還是本來就不行使用 第二個呢 也是主要的目的 就是可以分散 現金回饋的扣打 會這樣建議大家使用呢 是因為Eco卡跟西瓜卡 這些全日本流通的IC卡呢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它除了可以搭車以外 你去便宜商店也可以付錢 你也可以 在有一些的販賣機呢 也可以使用刷這些 IC卡來直接做付款 甚至呢 也有一些的 餐廳 或者是飯店 超市 也都可以使用 甚至計程車也可以使用 那這邊呢 就是有官網 告訴你說 在哪些地方呢 其實是可以使用這些IC卡的 如果有興趣的 也可以點選這個官網進去 以上呢就是我們要交通 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第一次去日本的大家 有疑問呢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處問我們 我們知道的就會盡量的回覆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